蚂蚁回应借备改名信用带 启动品牌隔离工作 不影响用户体验 你在蚂蚁借备借的钱 不一定是蚂蚁自己的钱 近日有支付宝用户发现借备名称变为信用带 且明确提示由银行提供服务 额度利率等都是该金融机构独立审批的结果 申请了贷款资金 以由该金融机构发放 对此蚂蚁借备业务人士回应称 在品牌隔离过程中 用户的服务体验不会受到影响 开通 查账 计息 借还款等核心流程不会发生变化 上述人士证实 信用带页面展示的信贷服务 全部由其他金融机构独立经营 其受信额度 利率由服务提供方 根据用户信息动态审批决策 不受此次品牌隔离工作影响 后续如用户信用记录 资质信息发生变化 则可能保持评估结果的变化 有分析称 蚂蚁戒备业务将被拆分为三部分 一官高级分析师苏小瑞分析称 从运营卧市来看 戒备是由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 与蚂蚁集团联合运营的信贷服务 启动品牌隔离 相当于是对信贷服务的底层实施的穿透 2020年7月 在银保监会下发的 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 有明确规定 按照适当性原则 充分揭示合作业务风险 避免客户产生品牌混同 4月公布的整改方案中提及 蚂蚁集团应在蚂蚁消费金融公司 开业6个月内 有序承接两家小贷公司中 符合监管规定的消费信贷业务 完成花呗戒备的品牌整改工作 而且品牌隔离或许不是唯一的变动 联合贷业务正面临新的政策要求 蚂蚁集团的合规之路 还远没达到终点 请不吝点赞订阅